fine的話特別注意 主要你可能要先fine完之後 再把它放到mid裡面 所以fine的部分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fine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把剛剛貼的貼過來 後面這個star number就空白 找到第五個的話 意思是說這裡面的話 它冒號在第五個字 那我如果要的話 是第五個字的後一個字 所以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之後的話 再貼到哪裡?貼到mid裡面 貼到mid的第二個參數裡面 後面記得要加1 加1是這邊加 然後text的話就剛剛的 這個index的那一串公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對於這串公式 假如你沒辦法很準確的 去複製到正確的範圍的話 那不然你就先複製到記事本 有沒有?再把它貼過來 這也是一個方法 OK 但如果你熟了之後 當然你就比較知道說 應該從哪邊貼到哪邊 那其實最容易出錯的 也是就是 你可能掌握不到 到底應該哪邊到哪 或者是多個瓜 都不行啦 OK 只要你不要多或不要少 那其實這個公式就正確出來了 最後同學就有問到說 老師為什麼99 可不可以919 會不會 當然你只要大於那個長度都可以 OK 如果我剛剛同學還問 我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你去那個餐廳吃飯好了 你付這樣的時候 你當然你可以用大超1000塊 OK 你就可以走人了 不早沒關係其他就小費嘛 對不對 應該這一 當然你不能說丟個10塊錢就走人 對 如果你丟個10塊錢走人 他一定會把你抓回來 對不對 因為你付不夠 OK 因為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這邊的所有的字 所有的字 好 那我就只要大於什麼 大於那個字數的長度的一個數字都可以 所以你用99可以啦 那你不要用個 用個9好像 9個都不行 因為裡面有10個字 OK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99 那這個方式也是一個取巧 當然理論上正確應該是要算它有幾個字 可是問題你要去算那有幾個字 你必須要產生一個公式 它的公式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還是要想一想 有沒有稍微取巧一點的辦法 然後又可以讓這個公式是正確的 這也是台灣人很厲害的地方 有沒有 就是說我可以節省成本 但是又不影響它的良率 OK 這是最厲害 最聰明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東西 只要台灣 做了之後 那個東西又好 然後又便宜 又精良 又用不壞 那真的太厲害了 不過實際上有這種東西嗎 好像真的就是 目前台灣的長處 OK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是fine 不過相對的fine太複雜了 因為index兩個 所以我們改成len 那len 那len改完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其實就簡單多了 只是len必須要特別注意 這邊 1 前面一定要加個錢 因為呢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1的位置不能跑 因為它藍位明確一定在第一列 不會跑到第二列去 OK 所以這個地方關鍵就是在這個錢的符號 那後面的話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其實index這個函數 主要的用途就是抓 某個範圍的哪一列的哪一欄 有沒有 這給三個參數 那另外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用另外 我這邊有另外兩個函數 indirect 跟offset 其實這兩個函數也都辦得到 結果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公式這邊也有 offset其實也是一樣 而且反而offset相對起來好像更簡單 不過當然因為最常被用到的還是index 所以我這邊主要是用index 那如果說 你今天假設說要改成用indirect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當然如果你不會 沒辦法把它刪掉 記得你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把它複製一個有沒有 然後它的工作表名稱 把它改成indirect 但問題如果你不會用怎麼辦 怎麼辦 插入函數 那你找一下 它的位置在哪裡 在查詢 有沒有 與參照這裡 那因為I開頭 所以index下一個就是了 這個函數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兩個參數 不過理論上 你只要給第一個參數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參數 它的名稱叫什麼 ref ref其實在參數名稱 所以你如果你看到ref的話 就是reference的一個縮寫 底線的話有個tether tether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呢 他要跟你要一個什麼 要一個文字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就在tether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他意思說 我要幫你把哪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這邊來 複製過來 index它是複製喔 所以你只要在reference test 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把這個儲存格 就是複製這個 b2儲存格 幫我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點一下b2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出現入職時間 但問題如果你按確定 會怎麼樣 它結果會是ref的錯誤訊 錯誤的話一定是請開頭 我講過 那為什麼出錯 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看 看不看得出來 錯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 看得出來是錯在哪裡嗎 你想說老師 右邊明明有東西 為什麼出不來呢 其實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參數名稱 如果你有看到一個 只要是test的話 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特別強調 如果有test的話 那就要加什麼 有沒有 一定要前後雙女號 有沒有 所以你必須給它一個自創 否則的話呢 它就會出錯 這個規則 請務必要記下來 因為以後幾乎都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正確的話 只要看到test 記得我這個意思 前後只要加雙女號 按確定 它就會正常了 有沒有 所以 in the race 意思是什麼 你只要跟它 跟它講說 你要把哪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 裡面就放哪個儲存格的 位置的文字給它就可以了 所以同理可證 如果說你後面這個是什麼 這是b2 下面b3 所以如果下一個的話 應該怎麼做 當然呢 就是假設把公式複製過來對不對 那把它放到這邊的時候 貼上之後的話 就只要什麼 把這個2改成什麼 改成3不就好了 姓名就OK了 所以這道理跟in the race 蠻像的 有沒有 但是問題是剛剛是1234 一直到32 可是這邊的話 應該是2開頭 所以我們要 還是要需要一個表格 那個數字表格的話 我們先用這個來 column這個 乘以4這個 假如我拿這一串來代替好了 我就不重打 我就直接拿這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以剛剛這個規則有沒有 那就1234到32 可是不是啊 我要什麼 我要是2開頭 那怎麼辦 很緊 現在要把它什麼 減3有沒有 改成什麼 減2不就好了 OK 本來是減3的話 從1開始 那如果減2的話 不就2開始 那向右 向下 這樣的話 不是就2到33了嗎 那再來呢 下一步喔 就是什麼 直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放到哪裡呢 就是放到剛剛使用過 最近使用過的 in the race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關鍵地方一樣 一個 一個 tester 所以這個地方 請特別特別注意喔 你要串接的話喔 記得我們剛剛 這個串的方法 一定要先串一個b開頭 那我後面呢 要加一個數字 那所以我剛剛 產生那個是一個數字喔 所以記得喔 請你用and的符號串接 有點跟像vba一樣啦 只是vba 前後要加空白 這邊不用 然後再把剛剛那一串 公式貼到後面去就可以了 OK 就這一串 有沒有 把剛剛這個column 有沒有 column -2 乘上rho -1 乘4 的這一串公式喔 記得喔 把它串到後面啦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產生2 那你會想說 怎麼會變b2 其實它的原理是這樣 如果說 假如說它本來是2 是一個數字 遇到and 那其實它還蠻巧妙的 如果遇到and的話 這個2會自動怎麼樣呢 把數字2 轉成文字2喔 所以它遇到and喔 它就這樣子 把2變成這個文字2 然後因為前面呢 又有一個b對不對 所以這把b串進來 所以變b2 所以你會看到結果就是這樣子 它原理原則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只要做完這個動作之後的話 我再按確定 然後再什麼 向右 基本上 需不需要鎖 好像應該這個 這個不用鎖 其實向右 向下 然後這四個藍 把它選一下 OK了 那如果說我要做出 像剛剛的結果一樣 那其實道理一樣 就是把這個再減下 然後呢 重複剛剛的動作 mid 把公式貼上 然後呢 第幾個字呢 用len dn 所以算一下它上面的字數 這個 d1 然後呢 加上多少 加兩個字 冒號的後一個字 記得這邊把它加個前的符號 鎖住 然後呢 這個要加多少 99 全部都要了 OK 這樣按確定 可以 向右 向下 基本上呢 就一樣 跟index 大功告成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indirect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offset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其實做出來 結果都一樣 所以 未來呢 你可以取捨說 你到底 比較習慣用index 還是用indirect 兩個函數呢 其實 都可以做得出來 不過這邊看起來 好像似乎 以難度上看起來 好像index 似乎會簡單一點點 因為 因為 有些同學 可能對於那個 串接 部分 可能會 比較會有障礙 所以 兩者 反正就二選一吧 那其他還有一個offset 如果 假如你對那個 Excel的公式 這個 掌握比較好的同學 也許可以試試看 用offset做做看 那再來的話 待會 我們就要來看 如果用VBA的話 要該怎麼做 VBA的話 會不會更難 其實 當然VBA 開頭比較難 因為要建一個module 但是後面 你會發現 相對更簡單 待會我們來看 怎麼做